8月14号电视剧《那些年我们正年轻》 在北京举行开播发布会 主演杨硕、苏青、恋恋等人 齐齐亮相发布会现场 这样的阵容是不是有点熟悉啊 近期苏青在热播剧《沿袭攻略》当中 饰演的反派耳情一绝 可以说是引起了众多网友的 集体热议和愤恨 而恋恋正是剧中五二个的母亲 于贵人 两人同台现身 再次相聚在同一部剧中 投身国家军工事业 这反差还真是有点大呀 耳情那个其实是 说从来没有尝试过的角色 但说过也很多 也是对自己的一个疑惑 大家说八月份抢狗的瓜可以填 那是送给耳情的 那若文呢 在这里面也有抢狗的瓜 最后也是填的 就是和朔哥 最后还是修成了正瓜 而杨硕早前在《欢乐送》中 饰演小包总 相信观众们并不陌生 这次饰演一位有血有肉 铁骨铮铮为国家科研事业 奉献一生的火箭工程师 可以说是能够展现自己 另外一番别样的男人魅力 不过当天活动现场 杨硕却自爆身体抱恙 甚至有可能会做手术 我本来要做手术 你没听过这嗓子压得不一样 里边长了两颗心肉 那会影讲到演习啊 会儿太心吗 会啊 他看我的高音上不去吗 对吧 该剧由知名导演 韩小军指导 王之礼 黄剑联合编剧 铁服担任总制片人 讲述了一群怀有崇高理想的大学生 为实现自我 响应党中央号召 积极投身科研设计 为航天梦想付出青春的故事 那些年我们正年轻 将在8月15号跟大家见面 让我们穿越去看一下 那个年代的航天幕后英雄 是怎样练成的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